這是一定要的 然後接著你如果要填0的話就加一個0 格數 Format Escape 跳脫 0 12 F 跳脫 這個只有 數字才有辦法做這樣的 操作 所以character我們前面寫的這個want to continue 他沒辦法 所以這邊只能放area 只能放area 等一下你可以試看看 就是說你做了你就懂了 在做之前當然我們要先 講解 再來的話 我們說在有的會計軟體裡面他會需要加一個證號嗎 我有節省時間 你如果前面要加證號的話就是 你在這個format前面加一個證 所以這邊就寫一個 正 6 正 12 他在這個數字前面如果是正的他就會放個加 那你不放加的意思是怎麼樣是靠右對齊喔 還記得吧 那你翻個負號就是向左對齊所以他這個是有文法的也沒為什麼啦 就是你要會 那你要怎麼樣會你弄個兩次你就記起來 再來 我們工程裡面經常用到的這個 4折5路 寫法 兩個信號 你可以直接指定他 F 跳脫 下一行 先給他一個10 再給他一個2 再給他一個area 這個語法就是說 你給他10格 到小數點以下2位 超一點以下2位之後的4折5路 所以這個我們經常用到 因為你單精準度是小數點以下6位 雙精準度是小數點以下12位 有時候你根本用不到那麼多 比如說測量的時候這個單位為公尺 小數點以下2位到公分 那你小數點以下6位 浪費空間 沒有意義 所以你可以自己調寫法就是這樣子 心點心 心在電腦裡面就是一個 一個變數 一個隨意的變數的意思 那 第一個心是12 第一個心對不起是10 第二個心是2 這個10.2 float 的變數叫area 他就是這樣子有個文法 一個一個對 一個一個對 所以這樣子他就會把area用 10格 小數點以下2位4折5路的方式 來做顯示 我們工程另外一個常用的就是 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 他的語法是這樣子 語法就好像你講中文還講法文嗎 文法是這樣子 15.21 1就是scientific notation 的縮寫 那15的話是15格 2的話是 這個要怎麼講 是 因為科學記號都是 1點多少 或是只有單數嗎 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 比如說1到9 比如說9.32 這個 15是15格 2的話就是 兩個這個 小數點以下2位 再下來就是乘上10的多少次方嗎 對不對 那10的多少次方如果是 932 932的話就是 10乘上 兩次方 可以喔 那如果是932 11111的話就是 9 9.32乘上10的123456 6次方 2以後的 一樣四捨無入 等下你們再試看看 所以這幾種是我們 土木裡面或是工程裡面經常用的 幾種科學符號 那接下來的話 說我們程式要結束之前 一會兒 重工執行完就把0傳回去 那這整個組成式的話是一個整數 的組成式,大跨弧開始 大跨弧結束,所以 它的範圍是在 這一個區塊 大跨弧開始 往上 大跨弧 所以這個是組成式嗎 一直往下 到這邊 大跨弧開始,大跨弧結束 好,formance based supplier,一直弄 我來看一下,如果是我們執行的話會是找